高贵的女人是怎么样的? 高贵的女人不会在公共场合里喧哗, 整个人很安静, 不会让人心里有浮躁的感觉, 不会做奇装异服的打扮, 不会为博取关注而故意张扬。 这样的女人不需要华丽的衣装, 也不需要张扬的显伴, 静静的就能够散发出高贵的魅力。 真正品味高雅的女人, 拥有安静学习的能力, 不炫耀,不张扬, 做一个静静的女子, 不比较,不虚荣, 活在一份淡然里, 总能在浮躁的生活中, 为自己开辟一片净土, 真正高雅的女人懂得沉默。 一个漂亮女人也许称不上优雅, 但一个优雅的女人一定是漂亮的, 迷人的, 真正有气质的淑女, 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。 她不告诉别人读过什么书, 去过什么地方, 有多少件衣裳, 买过什么珠宝, 因为她没有自卑感, 做一个安静的女人, 气质如蓝, 你明白吗? 我一个女人看起来非常年轻, 她的长相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小很多, 那么这个女人一定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 善良的人眼光柔和, 面容慈祥, 比同龄人显得年轻, 这就叫相有心生。 这是一个女人的男人的男人的男人, 这也就会真的不放假的。 我不是女人的男人的男人, 我这么说她不分公开, 所以我们是女人会帮助, 这就是女人的女人,